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现场来了很多我们门当户队的老观众 让我们掌声有起 黑龙江门市门当户队阵营节目主持人 王芳 王文妍 闪亮登场 喜欢我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想到我们节目如此的人气爆棚 今天特别高兴来到我们2B的万达广场 感谢我们万达广场对我们这个活动的 这次提供 上最真实的节目 来门当户队 想找到真正的幸福 来门当户队 接下来我们会在各地举办地面的相亲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加呀 好了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精彩节目吧 今天日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为带来的门当户队 为各位介绍一下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 正面演员杨磊老师 欢迎您 还有我的老搭档王维联老师 欢迎王导 你好 女士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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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手串店的店长 对 我喜欢这些手串 我也喜欢啊 您辣的不错的 对 你看我带了一块怎么样 我看不太清 我不知道是那个菩提根的还是那个 就是大米做的 声音还是蛮温和的 平时自己也会穿 对吗 对 对 我特别喜欢编各种那个手串 哎呦 太好了 这职业 人家手工要轻巧 有那个艺术戏剧 今天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另一半 对吗 对 加油 好吗 谢谢 二号女士 您好 哎 您好 王方老师好 我听说你今天好紧张啊 是 我上电视不紧张 我觉得就很纯粹 我人比较内向 我也很内向 我的性格比较内敛 我跟他们相比 能更稳重 更知性 二号女嘉宾不是一般的紧张啊 据说呢 刚才在走台的时候 二号女嘉宾呢 已经基本上 谁跟他说话听不见了 就他已经懵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 懵了 彻底懵了 有人对这个带有灯光的环境就容易 确实 对 恐惧 是的 灯光一打我就特别紧张 但是我相信我能找到合适的 三号女嘉宾您好 王方老师好 对于我这个声音你熟悉吗 有点熟悉啊 您是来过对吗 是的 今天再次来到这里感觉不一样了吧 是的 就像回娘家一样 这几次来是一封闲的声音 上次节目播出之后 有没有亲朋好友看到 有 有老多单身女人托我 让我帮她们保眉呢 去给王位念老师保眉吗 是啊 对啊 那你打算托几个呢 你想要几个 我好像只能取一个 你准备取几个 二号学生 听到了 刚刚三位女嘉宾声音都听到了 是的 您觉得哪位声音比较好啊 一号跟三号 完了 这看来今天二号 只能对这边一号子 一号先生您好 我是一号 我是一号 我看这吕先生也是紧张 对啊 我有点紧张 对 我觉得你跟二号牵手就挺合适 两人紧张一块 两位都是我叫不紧张啊 两位都是我叫不紧张啊 一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王峰 二号男嘉宾说你的声音很好 嗯 我觉得他的声音挺厚重的 是的 我人很帅 有多帅啊 长得帅哥一样 这到底是哪的帅哥 这么自信呢 你比较像哪个演员呀 像你一样的 大哥 哎呦 我的天呐 这男的长得像王峰这样啊 对 我的警察大哥 你说你长得像王峰你还能出来吗 哈哈 你就像我这么瘦吗 我差不多啊 跟你差不多也这么瘦 跟我这么瘦啊 我身材很好 哦 但是男人是不是胖点好看啊 那我也很均匀的很 你又均匀了 您哪里人啊 浙江 浙江 这男嘉宾人 三号女嘉宾您好 王峰老师好 假如二号男嘉宾特别优秀 你愿意去南方生活吗 那就看他的魅力了 你单做看吧 我热力很大 关键是 他刚才说对一号和三号印象都不错 二号先生 您到底现在是对一号印象更好 还是对三号印象更好 我好像对三号印象比较好 哦 你看过他的节目吗 我看过啊 您是笨他来的吗 是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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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期待的 谁都想看帅哥 那假如一号女嘉宾出来以后 特别适合你怎么办呢 看看两个人竞争吧 说白了我相不相忠你啊 我跟人争你啊 两个人竞争 那你争你一个人了 我就冲着三号女士来了吧 你转为他来的 哪儿呢 我觉得不好意思 那此时此刻呢 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了 第一个跟我对话的是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哇 年轻漂亮 当然比他身材好 外形 他还配你算我 那我的身材好 你好 好年轻啊 你好你好 呃是首串店的店长 对对对 这都是你自己穿的吗 是的 都是我自己穿的 好漂亮啊 谢谢 你看你身手工要成手 今天来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有有点压力啊 嗯就是觉得特别紧张 而且刚才三号说了 我会成人之美的 颜色来了不要错过 对对 外形房间还是还是讲得过去 每个人各有各的优势 今天是从哪里敢来的 嗯我是从沈阳来的 来这之前有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找到另一半呢 随缘吧 嗯我相照这种女士 你喜欢欧念老师这样的先生吗 我觉得他的性格特别好 就是幽默 内敛有有知识 你也王老师 有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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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内敛吗 我这个人他就是知识多 他们叫我知识的海洋 没说你是满腑金轮呢 没有 满腑金轮我怕放不下 那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才艺 可以带给大家 我画了一些画 有油画 我画的 这是你画的吗 这是我画的 我画的画面 我画的画面 那是你画的 有油画的 是你画的 你画的画面 他就是一个画面 你的画面 是有知识 你画的画面 是很明显 那是温暖的 你画的画面 看的 你画的画面 这里是你画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爱的人就在我身边 我怎么没看见呢 然后我就 那这个还更痛苦 因为对他那么好 有那个感情在那里 挺悲惨 那你俩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同事 我一直很欺负他 其实他我们俩同龄 他比我小几个月 对我特别好 我也没看出来 结果当你腿出了问题 有可能终身瘫痪的时候 他说他会照顾你一辈子 结果没想到现在你站起来了 我那时候没有这么胖 那时候就是 后来他给我养得这么胖 一直都没收下来 所以也就是说 你们俩经历了艰难 幸福生活刚刚开始 对 真的是老天都嫉妒 估计是 是 就是 这次来 你们让我拿证件 拿那个死亡证明的手 我愿意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挺心疼这位女嘉宾的 你看 我们仔细看她刚才的那些画 其实可以展示她的内心啊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女人 你看她的画中 看不到太多的悲伤 对 她有很多对新生活的向往 其实从我心里挺心疼你的 谢谢 这么多年 我相信您在看着这个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 孩子肯定越来越像她 我儿子活得也比较阳光 我儿子明年18岁 我就让她献骨髓 所以我也献了 我觉得人得 你们捐献了骨髓 对 行善 太对了 但是这么小的小孩 给她拉次大的话 也不容易的 也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 所以这位妈妈 我越来越喜欢你啊 我觉得多才多艺 然后呢 内心阳光 然后还充满了那种 善意 我真的觉得你今天 第一个出场特别对 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虽然说曾经 似乎上天对你不够公平 那么美好的东西 戛然而止 你知道你一上场一讲这故事 我想到谁了吗 我想起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 叫三毛 嗯 我也喜欢他 你也喜欢他吧 对对对 其实你看你们的故事 多像三毛和何希啊 三毛和何希在一起六年 我觉得你们俩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三毛直到他自己最后离开这个世界 他都没有能够从这个过程中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应该是幸运者 你想明白了 你要开始新生活了 是不是啊 是 对呀 所以我觉得敢爱敢恨非常美的一个女子 也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 我说安慰他好好过热子 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吧 来到我身边来 来两位男嘉宾 对我们这位女嘉宾进行了解 我发现今天男嘉宾都很安静啊 是否愿意跟他继续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请按灯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一次选择了 一号二号男嘉宾 请问两位谁愿意到场下来跟 我们这位一号女嘉宾见面 请按灯 一号先生您好 女嘉宾挺好 人家手工也挺巧 就是我配不上 我年龄大一点 您多大年龄啊 我69的 先生您多大呀 57 我觉得您跟他的区别可能是 他有点阳春白雪 对 那这位先生呢 可能他更多的是注重于一个实际的生活 我有点配不上人家 二号男嘉宾 您为什么没有按灯啊 一号女士的话很优秀 但是对我来说还不大适合 都不敢出来 我觉得是你 对 他太优秀了 是的 是的 你是怕你配不上他 还是怕他配不上你 我是奔赚三号来的 他奔赚三号来 一号觉得配不上 当然期待的 谁都想看帅哥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 哪一位先生属于那种 对内心的生活的追求非常高的人 赶紧跟我们联系 我觉得这位女嘉宾一定是您 最理想的伴侣 好不好 好吧 谢谢 一定能找到欣赏你的人 是的 掌声欢送一下 一号女嘉宾 这女的也不一定看上那个一号嘉宾 因为她有才华嘛 其实我这人也挺开朗的 但是人多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 三号女嘉宾您好 王老师您好 刚才二号男嘉宾很坚定地说 他就是笨您来的 你有没有想到会有一位男嘉宾笨您来呢 没想到 你有没有发现二号男嘉宾呢 可能由于他职业的原因 他挺爱开玩笑的 他开场的时候说呢 他说哎呀 你看对一号女嘉宾印象也不错 但是他其实内心呢 是坚定地笨您来的 我们问了他很多遍 你开心吗 开心 开心 三号女嘉宾呢 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 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他是六月十四号播出节目中的 三号女嘉宾李凤霞 性格活泼的他 一上场就受到大家的喜爱 单纯 非常真诚 简单 非常优秀 气质挺好 一看就是一个不复杂的人 三号男嘉宾你好 我喜欢你 敢爱敢言的他 对二号男嘉宾情有独钟 频频抛出橄榄枝 我现在很紧张 我怕二号男嘉宾被人抢跑 我会做饭 我会做一手好饭 我可以学的 咱眼睛会放电 我也会放电的 二号男嘉宾慎重选择 好戏都在后边的 真的没想到 他能遇到这么完美的大帅哥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看见我根本就没什么味道了 你好可爱呀 但是在转身环节 他却未能得偿所愿 三 二 一 也许我们沟通的还少 但是就目前沟通的呢 我认为还是很理想 祝福你 性格开朗的他 能否在今天找到幸福呢 掌声有请 李凤霞 你好 好难过一个衣服 嗯 多漂亮 四次来到巷 你好 你好 美女 你好 今天更漂亮了 我觉得 谁也没有女漂亮 没有啊 很好看 是新买的衣服吗 好 真的呢 今天节目 是的 那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在家里好好看了吗 当然好好看了 会不会越看越激动啊 嗯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可爱啊 我不觉得自己怎么很可爱啊 你想想你那个 哎 哎 哎 我也会放电的 你还记得那个过程吗 那谁都会的 是吗 来 你给王尔抛一个 我看一下 王尔抛是怎么回 不是 关键你这是媚眼吗 嗯 这属于几媚 几媚 对啊 他这个比较独特 对 我觉得这位二号先生笨你来的 一般人听说谁笨自己来 那都挺高兴的 可高兴了 都没睡 照都没睡好啊 那你为啥说 还没想好 想不想见他还不知道呢 我就担心怕高翻不上人家 我很自信的 可以看到这最有意思 我猜猜你的心好不好啊 嗯 我觉得呢 他刚刚坐进观察室的时候 是特别激动的 但是男嘉宾说了一句话 说我对一号和三号的声音 都很喜欢 那假如一号女嘉宾出来以后 特别适合你怎么办呢 看看两个人竞争吧 生气了 我估计是 这很正常的 自尊心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 人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 他就喜欢你 那我就满足他了 哦 二号先生您好 王老师您好 我就是奔他来的 嗯 他看到我的话 他肯定会喜欢我的 如果我早一点来的话 他肯定是一口会咬定的 一口咬定 一口咬定那是咬 你告诉我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长啥样 让这位女士心里也有个数 浓眉大眼高碧梁 浓眉大眼高碧梁 走路容易撞南墙 不撞南墙不回头 爱上这个女孩 一根筋 你是奔他来的是吧 是的 哦 你现在看到他 会不会觉得他很漂亮啊 很美 你转为他来的 男人在这儿 他许为了 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 没有看过上一期节目 你跟你爱人离婚哪年啊 95年 20年前 嗯 在那段婚姻中 你享受过幸福吗 就你有过被男人爱的感觉吗 忘记了 太久远了 你不能这样说话 你现在说话 像说悄悄话 忘记了 挺好的 没有那个服务器 你全这样说话 跟小偷似的 光明正大的 是不是啊 你要是太像小偷的话 一会儿那警察就真出来了 我特别希望你的状态好一点 是因为我们编导告诉我说 你在化妆间里的时候 状态特别好 到了这个观察室 也状态特别好 自从听到 这个二号男嘉宾说 这个啊 这个一号三号 那就让他们俩竞争一下吧 这句话一出来 你就再也不说话了 我觉得呀 咱得大气一点 是不是 你表面上说你不在乎 但是你的那种小心眼 全部写在脸上了 这个也得批评这位男士 既然是奔着人家来的 这个话带玩笑都不应该说 是不是 我就奔三号 我谁都不瞧 没有错 没有错 人家 不会我了 你要说凤霞 刚才是我听说错了 叫什么凤霞 李凤霞 刚才我说错了 太紧张了 我要是你就直接说 霞 别生气了 霞 李凤霞 我霞 他要强调是李凤霞的霞 请你原谅 二号男嘉宾太执着了 说明这位先生 还是一位比较保守的人 我所谓的 我从来就没生气 我真的 这次来到厢选他 我又没爱上他 没见面 你生气有理由吗 那又啥没理由的呀 谁还看不出来你生气了呀 那谁要去碰我来 那你说生气就生气吧 现在告诉他 还生气吗现在 不生气了 来 来这边 很好 那边 对 你就应该叫 姜 姜德生的生 老姜 我不生气了 对呀 真想看一看二号男嘉宾 所以你得状态好一点 你声音要大一点 好吗 咱比老师主要是来见你呀 大点声说 我不是有人想了吗 兴奋的吗 是 她这个 你没有 你上次没在吧 没在 这个女同志 她这个说话呢 并不是她小声说话 她是属于那种 调皮捣蛋型的 对 她可调皮了 王明年老师说 女嘉宾李凤霞 性格幽默调皮 在门当户队 6月14号播出的节目中 她也曾给我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的没想到 在这还能遇到 这么完美的大帅哥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看见我 根本就没什么味道了 你好可爱呀 所以说将来 还真的让警察管一管 你会跳舞吗 会 王明年老师 你会跳舞吗 那我怕警察找我的事 你别害我 二号 先生 您好 您在按灯 王老师 您好 我向给李凤霞 你是跳一个交际舞 你上去跟他 跳个交际舞 也就是说 你不希望 我跟他跳舞 是吧 不愿意 你看 我自己跳 你看了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没出来之前 我还真想跳一个 好 相当棒 我这发现王老师的腿 确实挺短的 终于是瞎说 就跳到这儿吧 我头晕 你头晕了 人家女嘉宾都说头晕了 你还不撒手 让警察看 我比他跳得好 有本事你出来你找我 这属于找 你信不信 你只要敢出来 我就敢跑 江恩警官啊 请问你觉得 他们俩跳得怎么样啊 不大 你觉得这位女士 跳得怎么样啊 很好 男士呢 不好 你能不能管下 你男朋友呢 你是啥情况呢 你说我跳得怎么样 你是舞蹈教练水平的 你看见没有 舞蹈教练水平的 我说姐 你能说点实话吗 都把你开带沟里了 你说他教练水平的 他自己头晕了 不就你那跳法 没有人不晕 因为你 你就是自己乱转 我发现是 什么叫乱转的 叉叉叉叉叉叉 不见他腿短 上身长吧 他 能有点舒服没有 啥玩意就腿短 三号嘉宾 我在耐力很强的 我感受他 简单说一下 离异的原因好吗 有的时候 女生找家去了 还有啊 你提出离婚 他还不离 最初期呢 你说离婚呢 他说我不同意 后来再提出离婚呢 他说没功夫 再后来说 你要再提出离婚 我就拿枪打死你 天哪 一看这个办法也不行 就换了 我这个人呢 再受一次打击 就精神失常了 哦 他又开始说 他不能受打击了 就混战术了 最终还是分开了 那我觉得 他既然那么珍惜你 又不愿意跟你离婚 他为什么还在外面 那么沾花惹草呢 人的本性啊 还是在于那个 男帝的素质 努力向前看 事情都过去了 今后的生活 要过得更好一点 往这方面去想 那人的本性 不能说每个男人都这样啊 女人来者不拒 完了他什么都不付出 天哪 就有这毛病 这是 最初就是第一次吧 觉得挺震惊 手都在发抖 梦冷汗 不知道怎么办 是你不知道 还是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办 等了久了 就有办法了 就告诉我 上外面谈起 我同乡的那些女人 也就是说他每次那女的来找的时候 你的前夫都在家 嗯 那他回来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他不嫌丢人吗 人说清白啊 你信吗 傻子才信呢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给你美满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你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好吗 那个 用现在的词吧 叫散婚 散婚 对自己不负责任 那觉得太可怕了 那你干嘛要散婚呢 你不好好挑挑 我这块吧 是因为我年龄大了 嗯 呃 他那块吧 因为让人一气恩赐 那你咋不甩他呢 多种原因 他不同意分手了 上家来哭 父母为了我的舆论 说哎呀 这这 出这么久了 你再分手 人怀疑姑娘亲 名声很重要 我不喜欢离婚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离婚的 思想复杂 不适合我 婚姻持续了有十年吗 三年 才三年啊 嗯 你有孩子吗 没有 那也就是这一辈子 其实你是被他给耽误了 多怨自己吧 对他没有感情 我也就没意思了 不管是男的也好 女的好 一样的道理 说得差多了 我也是 这么多年 你再碰到过 有合适的男人吗 其实每一个成年人 没有拒绝家庭幸福的 那段路走得太累了 主要的就是累心 你现在跟你前夫 还有任何联系吗 一点联系没有 因为你们没孩子 对 这就是这问题 杨老师 其实他这状态吧 有点像你 是 依然不后悔 没有要孩子 我就觉得 如果我当时要要孩子了 可能我跟 跟这个人 可能就这一辈子 扯不断的关系 嗯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嗯 我们不能在孩子的心中 对 播种仇恨 至少没有因为 孩子的问题 还得不得不 做一些 违心的事情 对 所以我到今天 我不后悔 对 他这句话 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觉得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那么一段日子 我只是说 他缺点的五分之一 嗯 五分之一 还有很多缺点 都没法说 举一个小例子 嗯 上同学家去窜门 走了 他就把同学 媳妇自行车偷走 前提就是 上这个同学家吧 一看同学招待领导 对他不热情 走 走了 自行车推着走 他那人 不实的 人同学不早来啊 他上哪知道 谁偷去了 能想象 那个贼会是他吗 但你知道 我当然指他告诉我了 真的无语了 想象不到 但是太大了 素质挺差的 拉自己的极品 来 二号男嘉宾你好 过去的自己 让他过去吧 向前看 美好的生活 在后头呢 谢谢老姜同志 他太幽默了 王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 这位女士特别幽默呀 她是个很调皮的女孩 他要是有一个 能陪他玩的男人 能惯着他 能呵护他 他得撒了花是吗 他能撒了花的 他会玩 他也愿意玩 所以说 他和谁在一起生活 一定不寂寞 对 但是一定得让他有兴致 对 如果你要是做了那种恶心事 对 他可能一下子就 就会走得很远 我原来那女人 生活一辈子幸福 我生活中 一生一生 生活不幽默 来 二号男嘉宾您好 我会对女人宠得很的 很疼爱女人对吗 对的 现在我想问一下 两位嘉宾 谁愿意见到这位女嘉宾 请按灯 一号也按灯了 两位嘉宾 谁愿意见到这位女嘉宾 请按灯 一号也按灯了 二号也按灯了 请问您见哪一位 那就 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一号先生您好 您是想见这位三号女嘉宾对吗 刚才我登灯错了 你到底想见哪位啊 他先见吧 我家二号吧 一号又想了想说 那我干脆先二号吧 还等二号吧 我是同行他 说话的声音像老头了 掌声有请江先生 大家好 真的挺般配的 长得还可以啊 你好 王王老师好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老江同志怎么样 他俩有夫妻相哎 是吗 有 你看 哎真的是啊 真的真的 真的是 是有夫妻相 是 哦 看这个照片 天哪 这是你吗 是啊 这完全是小鲜肉吗 你看 我是18岁的话 在去部队当兵的 18岁 然后从部队回来 回来以后就到公安局当警察 哦 你怎么样啊 帅哥 帅哥 希望今天能给我感觉啊 来您到那里休息一下 年轻时候不是很帅 可能中年时候也帅一点 男的又胖一点 他长了年轻 他气口给不上我 哦 对我们江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虽然当了一辈子警察 但是并没有留下那么多严肃 自安警也干过 刑警也干过 乐警也干过 这办公室的话 我女人也都干过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还是有点功夫的 伸手不凡的 基本公司有的 哦 基本的有 哦 哎 先生您有才艺吗 会唱歌跳舞吗 嗯 这个唱歌跳舞都会 还在打太极拳这些 哦都会啊 都会 你先来一顿太极拳 哦 四十二十 杨色太极拳可以打一下 可以啊 太好了 到中间 就是花架了 我觉得这段舞述舞的非常漂亮 我一点都会漂亮 好 谢谢 哎 谢谢 其实自己经常练健身是吗 健身要练的 嗯 打着舞跳挺累的吧 很累 这个功夫上很累的 能了解一下您的年龄吗 你看我几岁了 我觉得有五十了吧 啊 有五十了吧 我今年五十六了 哦 五十六岁了 啊 太棒了 这个 姐姐 呃 刚才她打得怎么样啊 这个 啊 非常棒 嗯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还挺有才华的呀 当然了 看上你的能没有才华吗 是不是啊 绝对的 和我没有关系 才华是人自个的 请会说 先生 刚才你还说会唱歌是吧 我还是跳一个舞吧 跳跳舞 跟谁跳啊 李峰霞 憋足了 再把王导那事给弄回来 对 就是要跳一个 我建议不用跳了 你万一跳的不如我好 你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 行 我又自信 那您去请一下林女士吧 哎呀 我的天哪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到了晚航 不是王文杨老师 漂亮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大哥他激动了 忘了台阶了 有点迷糊了 你得感谢我姐救命轩 刚才要不是他这么拉着 你下去了 你直接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看你那会儿是粉着所有的劲儿 拉着他了 不是你评价一下 他跳得好点 还是王导跳得好点 我觉得还 我还自信 你自信 你刚才差点掉梗里 就你家说的 你要打 那是我的决认 哎 二号的嘉宾您好 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 切手吧 切手吧 好 二号先生是离异了 嗯 什么时候离异的 十年了 06年 06年的话 是不是因为您的工作呀 老不回家呀 不会 性格跟我们都不是很好 脾气不是很好 但到最后的话 就是女儿上了大学以后 两个人离婚 也就两个人都说好了 说好 到女儿上大学以后的话 就离婚 离婚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中 其实你们俩老是不合拍 对 吵架吗 经常都要吵一下架 但是没有暴力 就是讲一下话 就是吵一下 一个把握拍不下 那两个人大一顿也就那么回事 最后下定决定离婚是您还是前妻 我们两个人就有这样的印象 等小孩到大学以后 再两个人再翻手 那也就是说 等孩子大学以后 你们就是很自然地就去离婚了 对 离婚的话单位都不知道了 过了很长时间 过了好几年才知道 那这样您单身了 才这样呀 您对我们三号女嘉宾近距离看她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 女嘉宾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优秀的 我唯一的就觉得 女嘉宾因为是北方人 您是南方人 您有没有想过将来生活怎么办 能够愿意到南方这边生活的比较难 这位女士 假如你们情投意合 你可以去南方生活吗 可以 哎呀 先生有戏啊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刚才这位你嘉宾特别淘气啊 有一点 你喜欢这样性格的吗 女人就是谁了 女人就是谁 只要找对了人 怎么着都行 你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媳妇 经常跟你逗逗闷子 把你那个童心 曾经的那份童真 都给你调动出来 说不定你这个57岁以后 过的是那种神仙般的日子 你要真找个严肃的 每天谁也不愿意说话 关在家里头闷 闷头睡觉 睁开眼睛 看见谁都想吵架 那日子过不下去 是的 所以先生请您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位女嘉宾 请到那里坐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评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会做家务吗 会 也会做家务吗 当然会了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破裂 主要责任在谁 责任在他 那你是否觉得自己一点缺点没有 那多少有一点 肯定的话 不可能的话就是很完美的了 你现在恨他吗 我不恨他 我对他很好的 那你还爱他吗 我不爱 想吗 不想 没有联系 没嘛 这里一两圈问话 问话 像那谁犯人呢 他再婚了吗 没有什么联系 具体也不大清楚 没联系姐 你非得让人联系上 打个电话问问你再婚了吗 调皮捣蛋 你看就又展示出来了 你对生活有什么要求 还是爱好吗 我喜欢看书 就是比较讲养生 真是像他说的 他爱好挺广泛的 你为什么要找对象 到老岁以后 主要是一半的 那言为之一 你要给他做饭 给他洗衣 这女的说话 真挺有水平的 挺会说 也无所谓 我烧饭 洗衣服都可以的 这双方都可以的 有时间的话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做的嘛 来 加分或减分 你现在的话 就是刚退休是吧 我今年52续岁 就是退休一年 你现在的话 就是在山东这里 现在也就是一个人是吧 是的 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两个人 讲了来的话 就去南方生活 这样能行吗 没问题的 你刚才就是说 你在前一次失败的婚姻 没有什么缺点 错误 需要你今后去 在为人福的时候 需要去改进 去努力的方面 是吗 也需要的 你对今后的生活的话 有什么要求吧 在婚主要是解决感情的世界空虚 所以在婚我把情看得很重 我想问你一下 你对钱的话 怎么想的 我跟钱没有仇 我也不烦我钱多 够吃够用的话 就 问题的生活就可以了 同意 你女儿支持你 在婚吗 早得好的话 最好 那女儿现在什么状态呢 女儿的话 她有家庭了 你的话 这个在山东这边的话 是住了多少年了 十年吧 山东什么海洋这边的 是吧 是吧 房子是现在还是自己的 还是住的 在山东是我自己的 你把钱看得比我重啊 帅哥 我不会的 我没有问你的房子 你问我的房子 追你 你就高起来了 哎呀 这人问的 你问的差户口的 我考虑的话 以后的话 你如果那边没房子的话 就不要考虑这个事情 就到南方来 到这 那意思就是 你没房子的话 你就住在南方 直接过来 这就过去了 哦 山姐仁义的帅哥 我理解错了 哦 条件太多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拉到 人家说话有什么关系 你是挺可爱的 但是呢 你这个问话的方式吧 以至于我们的编导跟我说 说这位女士肯定是还在生气 那位先生说了那句话 这总感觉你是带气的 我这人子爽 我有什么说什么啊 嗯 其实那一篇早就翻过去了 我就是对她说 自己婚姻失败了 没有缺点 有一点看法 好 我就这么想 人与人之间 尤其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人是一定要是平等的 对 不能有一方是高高在上 老是居高临下那样的 就会我就觉得不舒服 如果真的要重新开始恋爱了 你要调整一下你的思维结构 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对话能力 如果说你在和一个男人恋爱的时候 你永远用审问的口气去对话 你这个恋爱谈不了半年就谈崩了 谢谢王导 她以前离婚也可能是这种状况 女嘉宾有点小脾气 男嘉宾有点私心 我觉得都很正常的 但我也能理解啊 就是说 其实这样的一位女士呢 她有三十多年没有经历过爱情了 所以当这个爱情要来临的时候 她多问两句 就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是完全可以的 是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来 两位请到这里来 那么两位是否愿意跟对方再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的话 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请转身 三 二 一 那么两位是否愿意跟对方再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的话 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请转身 三 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 切数吧 我觉得他们有点爽 我有点不帮他 二 我觉得他找警察的话 后半生能过得比较踏实 男嘉宾肯定会转身的 一 三 她们的 对方认试 她们在这里 所以我们有点爽 感变点的 对方认试 能够 很好 对方认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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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在这里 那个天仙飞一样的感觉的就是 掌声邀请二号女嘉宾 漂亮 看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太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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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对吗 对 湖南的 姜妹子 那一定特别能吃辣椒吧 是 还可以 你好先生 您好 您爱吃辣椒吗 爱吃 爱吃 这位女士刚刚看到前面两个人牵手会很开心吗 开心 很开心 祝福她们 今天来到这里现在还紧张吗 还紧张 她最长得好看 你是什么样的公司经理呀 我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公司经理 自己家做什么公司啊 那个起重机 是你们家是指你爸爸妈妈的企业吗 不是 是我们家以前的这个企业 我们以前这个家的企业 你给你前夫的 对 那现在她不干了吗 她干她在总部在那个拍鱼 我在广州嘛 各做一摊 那你们之间生意上还有联系吗 有 那你在面对她的时候还自然吗 自然 自然 好像同志 那你们俩这家族企业为什么不一块好好干啊 夫妻店多好啊 她背叛我了吗 有八年了 当时你怎么知道她背叛你的 她一个礼拜出去住一个晚上 她骗我说是工程投标 第二天回来她说很累 很累 对她说很累 我 我就 我说辛苦了 我就把她 辛苦了 辛苦了 这也挺辛苦的 那种男人要我的 我表面上相信她 我心里上还是不相信 我有时候也偶尔的稍微提示一下 给她回头的机会 对 你是想感动她是吧 对 我是想感动她 那最后你怎么跟她摊牌的呢 开始我就知道了 我打个电话过去 开始她还接 接呢 说话就是 有点不怎么难发的 后来就 干脆就把手机关了 她的利益 能接受 丈夫出轨 她离婚就什么 就不是她的错 最后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吗 离婚是我提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她并不准备 真跟那里离婚 她就想过这样的 潇洒自由的生活 外面生了个小孩 哦 天哪 生了个小孩 是男孩 你们的孩子呢 我是女孩 我女儿 现在读研究生 所以就相当于 她也太明目张胆的 最后都有孩子了 你们才离得婚 她不想离婚 就是那个小孩 两岁都 两岁都的时候 她过去了 去了两年以后 我才 我就看她不能回来了 我就提出离婚 我吵 她最后已经走了 嗯 对 我 我就吵 吵离婚了 这位大姐 我觉得你太没有原则了 你重用她了 对呀 你这个 我太善良了 我的确定就是这一点 你这是傻好不好 傻 人不能太没有原则了 不能纵容这些事 现在你跟她联系 见面说话吗 说话 来说话 你还能跟她说话 那你可真够伟大的 我是这样一个人啊 哎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听她说那个 我是挺同情她的 嗯 同情她 嗯 你喜欢吗 我喜欢 她长得很漂亮 但是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可能你要到南方 哎 啊 要是那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到南方去 啊 把我的事业放弃 嗯 把你的事业放弃 你现在做什么事业呢 我是 高安装了 随暖安装 哦 随暖安装 我觉得这男嘉宾 好像不是这女嘉宾的菜 王老师 我有时候每次看到 这样的女嘉宾吧 一半是心疼 一半是生气 对 嗯 对 就是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有了 这样性格的女人 嗯 才让很多男人 这个 呃 肆意 这个肆无忌惮 啊 这个疯狂到了 就是不顾忌别人的这种感受 嗯 但是这个忍气吞声 它整个造成的是 你一辈子不开心 对 所以说我们不要给他 创造他 这种 这种疯狂的 这个没有尺度的这种机会 是的 这个 现在呢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特别希望见到您 请问您愿意见他一下吗 这一下吧 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这一号男嘉宾老师看后 比较凉 比较准 先生 你好 这是我们这位女嘉宾 哎 你好 嗯 你好 嗯 你好 先生请到这里来 他绝对是水暖安装 差点给我手捏断了 嗯 先生您好 你好 一看呢 就是一脸的这个 非常随和的笑容 这样姐姐 您先到那儿休息一下 人还比较老实 比较真实 你会不觉得 这个女士长太漂亮了 对 对 刚才因为在 其他女嘉宾上场的时候 您说 哎 我想找一位丧偶的 因为您也是爱人去世了 对 可是这位女嘉宾一出来 您说 嗯 你也可以 可以 就你就为他就改变了 对 离婚的 事情有点复杂 不适合我 而当二号女嘉宾上场后 一号男嘉宾的态度大逆转 她的女艺 能接受 丈夫出轨 她离婚就不是她的错 那么这位憨厚老实的男嘉宾 能否与这位女嘉宾擦出火花呢 嗯 您是爱人去世了对吗 对 您现在哪里生活呀 我在深泽 石家庄那边 哦 石家庄那边 对 嗯 爱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是一三年 嗯 那很年轻啊 应该 对 57岁 那你爱人去世的时候 也就50出头 她是52岁 52岁 对 一说到这样 你的眼圈就红了 对 我 你说的不好说 不敢提 对 是不是爱人走的时候 是有点耽误了呢 没耽误 她是 一来的时候 她是家康 嗯 家康 家康没有生命危险吧 家康没有危险 嗯 就是她在家康控制住以后吧 她就得了心脏病 哎呀 发病以后多久离开的 九年的时间 差一年不到十年 哦 九年的时间 对 她这病治了 治了 治了 那九年你一直地陪着她 对 到处看病啊 对 所以这位先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啊 那九年中 呃 你尽全力了吗 您觉得 我觉得我尽全力了 我觉得她能照顾她妻子 九年 心地一定会很善良 那她发病的时候 孩子还很小吧 嗯 孩子 正好 那时候是13 13多岁了 打了刚结婚 嗯 那时候 那这个老伴走了以后 是你自己把孩子带大的 对 现在孩子多大了 2017了 打了25了 呃 二的能够理解爸爸吗 能 所以其实您现在生活中呢 虽然说不是很富裕 但是呢 充满了爱 对对 现在您的职业还是水暖维修 还是水暖过 对 呃 这个职业应该说收入不是很高 也差不多吧 还可以 嗯 对 您这有积蓄了吗 可以娶老婆了吗 哎 那那那倒够用 够用 对 如果要是想过日子的话 找这样的人踏踏实实的也挺好 你想过没有 如果跟这位女士在一起 你有可能会去南方啊 嗯 也行 看她的 也有我干的工作没有 嗯 反正您还不想这么早的退休 可能这是我们 这个录制以来来 这个最朴实的一位先生 从她的工作和她的这个外表 包括她刚才那粗糙的手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呃 劳累了一辈子的人 如果我们就是说说的俗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 一定要追求这个人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气质的话 这做老公绝对是她不会惹你生气 没错 她更不会偷偷地跑到房间去打电话 所以说这事呢 就值得托付 就得权衡 对 有的人 确确实实 这个 你比如说小黑他也黑 但是他不一定可靠 是吧 但是这位先生 黑 但是他绝对 可靠 对 来 先生请坐在那里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你懂那个韩节吗 懂点 你有小孩吗 有两个女儿 二十五里结婚了 小点在念书 你打麻将不 我就直接聊当吧 我以前打 现在很少打了 以前打得多 我知道您都加分啊大哥 还是为他以前打 现在不怎么打了 加分 对 先生请提问 怎么说就是做饭了吧 就会不会做饭是吧 对 会做饭 我觉得 你会做饭吗 会 我加分 你会做家务吗 家务就是做不太好 加分 先生请提问 别连我没什么可问的 女士有问题吗 没有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来 两位请到这里来 请面朝观众 两位是否愿意继续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请在我到处 三二一之后想后转 请准备 三 这女士不能转身 二 大不成 我觉得她俩俩不能成功 不难成功 一 来 动面朝我 这位女士觉得不合适是吗 是 非常理解 觉得她还能够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太会说话了 电影机前的观众 各自如果喜欢这两位嘉宾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谢谢 请各自回到观察室 希望他们两个人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就像我们这样 我喜欢找一个大气一点的 端正一点的 身材魁梧 健壮 我现在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了 已经假如有点太孤单了 感谢杨磊老师 谢谢王伟丽老师 谢谢 我们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互相关心 要珍惜这份欢迎的感情 要好好的把经营好 希望在后来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能够过得幸幸福福 开开心心 五位嘉宾做客门当户队 男嘉宾人气爆棚 再次返场 典型的很成熟 很有男人魅力的一种男士 我现在很紧张 我怕二号男嘉宾被人抢跑了 今天我又来了 我今天也是奔一个人来的 我也是奔着一个人来的 是奔着一号来的吗 人都喜欢他 我觉得那个一号男嘉宾特别的精神 我见到他我更想出去了 追求真爱现场上演真夺阵 其实呢 我觉得跟那个一号男嘉宾特别的有缘分 跟他在一起越来越有安全感了 我看他 哎呦我的天 让他出去了 对你太强势了 我特别喜欢会做菜的男人 我也特别会做饭 他讨厌 我一说他就来了 召集爱情喜不自禁表真情 今天男嘉宾一定是我的 我今天是专门为了一个人来的 我今天是专门为了一个人来的 我今天是专门太开心了 夜宵非常好 我比较喜欢三号女嘉宾 有多精彩尽在黑龙江卫视